骑着鱼雷炸军舰 二战时意大利的蛙人部队到底有多用 与意大利陆军相比 二战时的意大利海军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在地中海和英国海军打的是有来有往 但在1940年11月 英军利用航母舰载机突袭了意大利的塔兰托海军基地 使得意大利海军损失惨重 此时的意大利人恼羞成怒 准备给英国老一点颜色看看 他们动用了一款秘密的水下武器 SLC载人鱼雷 一说起载人鱼雷 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日本搞的回天鱼雷 但其实最早开始搞这类武器的并不是日本而是意大利 在一战时 意大利海军就研制出了一种双人驾驶的鱼雷 他在水下前行至敌方舰艇底部后 两名驾驶这种鱼雷的挖人 会从鱼雷前端的炸药舱里取出炸药 将其安装在敌方舰艇底部 设置好了定时之后 再骑着载人鱼雷悄悄逃离 因为这种作战方式很像水质附着在皮肤上吸血 所以这种鱼雷在当时也就得名为水质 一战结束后 意大利人继续在载人鱼雷上下功夫 他们在水质的基础上研发了一种新型载人鱼雷 这种鱼雷的头部装有一个可分离的定时炸弹 作战时 蛙人驾驶鱼雷靠近敌舰后 将这个定时炸弹拆下来 固定到敌舰的船底 然后在骑着鱼雷的后半部分返回 这种载人鱼雷通常由经过改装的潜艇搭载 等接近目标进海驱使 在从潜艇甲板上的储存装置中释放 为了把握航向 这些骑着载人鱼雷作战的蛙人 要以逃避露出水面的状态航行 只有发现敌情或接近目标时 才会完全潜入水下 因此意大利的蛙人部队 通常会选择约黑风高的夜晚出击 由于这种SLC鱼雷的速度很慢 而且有着长鼻子造型 所以它在意大利海军中就有了 猪士这个搞笑的名字 1940年 意大利海军曾两次派遣蛛士载人鱼雷 去袭击英国舰队的基地 结果这两次袭击却并不顺利 在第一次袭击中 运输蛛士的潜艇 遭到了英军的反潜攻击 三枚蛛士载人鱼雷 连同潜艇一同葬身大海 第二次虽然一路平安 但当意大利蛙人骑着蛛士赶到时 港内的英国军舰刚好全部出海 蛙人们只能无功而返 到了1941年12月 意大利人的偷袭终于成功了 三枚蛛士载人鱼雷 在蛙人的驾驶下 尾随着英军归港军舰 成功潜入了亚历山大港 重创了英军两艘3.3万吨级的战略舰 和一艘7500吨级的挪威邮轮 遭到重创的英军战略舰 伊丽莎白女王号和英勇号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都无法出海作战 严重削弱了英军地中海舰队的实力 1942年初 德国和意大利的运输船队 顺利通过了地中海 将大批补给物资送到了北非 罗美尔的非洲军团 在获得了包括150辆坦克在内的补给后 随即发动攻势 一举攻占了半加息 而英国由于地中海舰队实力大损 丧失了地中海的制海权 向北非运送补给的运输船队 不得不绕到南非的好望角 严重影响了其北非部队的战斗力 连英国首相丘吉尔都发出哀叹 地中海战局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 意大利海军挖人部队的出色战机 和优秀的作战效能 引起了各国海军的重视 英国、德国和日本 都相继组建了专门从事水下骑袭的 载人御雷或袖珍潜艇部队 作为载人御雷的开山鼻祖 意大利于1942年 在地中海先后炸沉同盟国运输船十余艘 总吨位接近5万吨 1943年9个意大利投降之后 意大利的挖人部队又加入了同盟国一发 炸毁了多艘德国舰船 虽说意大利在二战中闹出了不少笑话 但这支可圈可点的挖人部队 也算是意大利在二战时的一个亮点了